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三 二 一 准备 准备 点栏目 小蛋 怎么活家的 而且她都中在阿立的身边了 还有看机头人家 哈哈哈哈 哈喽 大家晚上好 哈喽 大家好 啊 晚上好啊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哦 线上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可以帮忙我们分享出去嘛 也可以按赞给我们哦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挑战 是蛮不简单的挑战 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这边 这个是什么 对 有没有人看得出这个榴莲 什么榴莲的 大家可以在以下留言 如果你看得出是什么榴莲 最重要就是把这样好看 如果之前嘛 就是有看过我们前两集的 你觉得这是一个很轻松的 节目觉得不错的 你一定要帮我们打大铃 分享出去哦 是的 所以各位我们的盟友们 盟友们 盟友们 晚上好啊 我是盟男一号 我是叫Jonas 我是盟男二号 阿林给生命一个机会 喝那生命水 蒙啊 所以阿林啊 我知道说外国哦 他是有四季嘛 对嘛外国有四季 四季是什么 春夏秋冬嘛 对对对对 这样其实大家知不知道 我们马来西亚 其实也有三季 马来西亚有三季 对马来西亚有三季 大家懂哪三季吗 哪三季你们可以下面留言 等一下我们再跟我们讲 我们只有三季哦 哈哈哈哈 所以大家知道是哪三季的话 大家可以在以下留言啊 对 好那么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会进入嘛 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就马上进入 我们今天的挑战啦 对 那么我们今天的挑战呢 会挑战什么啊 嗯 我们先来看 我们先来看comments 各位盟友们 大家晚上好啊 Mandy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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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两客人 дома应该是讲住我啦 哈哈哈哈哈 我觉得是我 不要多一点 翻路..... 他是有讲说 HHH 是甘泡ん榴 resposta来的 嗯 是不是甘泡? 等一下我们就知道啊 等一下 有讲说 哎 关昳节快乐 哈喽 关昳节 大家关� Democrat 今天是东 东 Gottes 那么有说 我要坐植子上的那三季 好像 我很逆显 所以大家关显 动 今天的话我们就进入 我们的挑战 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呢 大家没有看到 榴莲 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大挑战 所以我们的小片很用心的 去准备了这四个挑战 是有关系到榴莲的 但是我们是不知道到底这四个挑战 是什么挑战来的 所以来 好 之前都是Jonas坑我吗 现在不是他了 我觉得有坑一起录坑 因为现在这题目都是我们的小片准备的 对好 所以我先给观众们看 第一个 我们的第一个挑战 所以我先放一下 对好 不要去看 对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挑战 你们觉得哪一个谁抽到谁 这些挑战会比较好笑 对然后这一个是我们的 第二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 所以到底是什么挑战 我也很好奇 他到底是什么挑战 然后第三个 我看一下 第三个挑战 对啊 OK 所以第三个挑战 十四个 然后最后一个挑战 最后一个挑战 OK 所以到底是 到底是什么挑战 重点是 线上朋友你们看了 你们不要下线面打出来 等一下我们不小心看到 对 所以这四个挑战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来选 到底阿林是要选一号二号三号还是四号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来揭晓会来选 所以首先我们先进入我们的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还没有进入我们的第一个挑战的时候 我想问阿林一个很好奇的问题 我本身看到榴莲我会想到一个问题 我在想咯 怎么样咯 人咯 怎么样可以发现到说这个榴莲是可以吃的咯 怎样发现这个榴莲可以吃的 你想象一下阿林 你想象一下今天你走在森林里面 OK 然后突然间 你看到有一个东西你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东西的 它在地上那边 OK 然后这个时候的你呢 你会开始去触碰它一下 到底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来的 你要演一下 你要感觉一下看 看等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我讲到这样好奇 如果是活在古代啦 真的是没有看过你一定是很好奇的 就是这种 对 因为你看到去那边的时候 你就会很好奇到底这里东西是什么东西来的 所以你就会开始用手去触碰它 去摸一下它 它很痛的哦 然后你一定会拿上来 因为你人是有好奇感的 你一定会拿上来再看一下 然后你怎么样 在古代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这个东西是可以吃的 我也很好奇哦 所以大家有没有知道答案的 谁是怎么样是发现到说这个榴莲 它是几时可以吃的 是几时可以吃的 如果大家有知道答案了 大家可以在以下留言 让我们知道 有没有人知道说 这个榴莲是可以吃的 对 然后Mandy Wong有写的 挑战吃榴莲 她有写说用投开榴莲 有这么厉害吗 我们的小片 应该是跟我们有仇 像投开榴莲 我们的小片会这样夸张 然后班若拉说 小片也太坑了 她有暗示给我们知道了 我们的班若拉有讲 我们那个三季 雨季榴莲季跟烟埋 你是想要烟埋 没有这样严重了 我们是汉鸡 雨季还有榴莲季 所以我们的三季在马来西亚 其实大家很期待榴莲季节 因为我们一年大概就只有两次榴莲季节 所以我觉得我先来做第一个挑战 所以我们刚才回复 问一下大家该的问题 怎样可以发现到榴莲是可以吃的 我是很好奇这一个 我是很好奇的 所以大家可以在以下留言 让我们知道 如果你知道这个答案的话 你可以让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先来挑战第一个挑战 所以第一个谁先 我是觉得当然是你先啊 不然每次都是你坑我 你坑我 现在觉得应该用你先看一下 我看一下啊 我应该要拿什么号码啊 我觉得 有没有人知道说 我应该要拿什么号码的 你可以 我觉得 4号 4号 4号啊 我觉得我想要挑战 我觉得1号咧 1号可能是ok嘛 1号 1号啊 你看你咯 不要啦 不要啦 我觉得我跟你啦 我跟你啦 我信你一次啦 我觉得 我不会做你了 可能你给我这个是lucky number来的 所以我觉得 我选4号啊 要我帮你念吗 榴莲去刺 榴莲去刺是怎样去法 对 我们是什么 去掉旁边的刺啊 嗯 因为其实哦 这个挑战的 我是觉得 我们的小片是蛮有 蛮有创意的啦 特别知道说 叫我们去做这个榴莲去刺 用手吗 所以因为其实啊 其实哦 我们有看到说 网路上他都有流传一些照片嘛 那个榴莲是 好像是没有刺的 像苹果 我是觉得他可能是想到这一个啦 所以还是觉得说 我们来挑战 试看看 这个榴莲到底是不是可以去刺的 对 所以我们是需要刀的 我先试一下啊 看一下啊 他是不是真的是 有限定时间嘛 我觉得你会不会拿太大力给我了 哈喽 还要选大力小力啊 你应该要拿小力 去刺吗 去刺吗 你应该要拿小力的 啊 其实越小力 越小力未必越好去哦 可能小力他的皮比较硬耶 对 所以我来试一下说 看这一个去刺 是到底是可以 还是不可以的 这个挑战啊 网路上是看到他们是去到完全是没有的哦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看对这个去刺是可以的 还是不可以的 用手去刺 Mandy 问说 我是觉得用手去刺的感觉比较好 用手 他幸好不是叫我用牙齿耶 我们去 确实是你是要把它切到像西瓜这样子 对我尝试看看啦 看这个东西是网路上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啦 哦 所以我看一下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你可以给我一个 哦 所以我的手肯定是要 今天好像今天好像不是不是我坑你 你是你坑我嘞 榴莲了吗 你榴莲你一定要有一点刺刺动 你想要开榴莲了吗 没有你试一下你帮我扶住 没有没有没有 我帮你是这样切 你帮我扶住 你帮我扶住 你切到我嘞 哈哈哈哈 啊啊 所以啊啊 我先来 我先来试一下看啊 看可以去到没有啊 我是 我是觉得这个挑战好像很简单 这个哦我觉得哦 它是有可能性 啊 哇 有可能的啦 削皮 好像削皮这样的 你不要削削把肉也削掉哦 哈哈 所以我觉得这个啊 这个刺哦 哇这样子去更简单 哦这样子做更简单哦 重点是为什么它要去刺呢 挑战吗 没有原因啊 挑战的东西 挑战给你挑战 它需要原因 这样我们不想不得空 它是没有原因的啦 对哦 我觉得去了刺 看这个榴莲很可厉 有种密集恐惧症的感觉 我也是看到很可疑 所以为什么没有人要榴莲去吃 哦对 它气了吃它好像变成另外一个水果 另外一个水果 另外一个水果 菠萝菠萝蜜 菠萝菠萝蜜嘛 所以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看到 它去吃了过后还是这样子的 我们犯罗拉说 林想坑你 可是他接下一句是说用牙子 哈哈哈哈 用牙子 用牙子怎么去吃 每一次比较美 每一次比较美啊 可以啦 我只是觉得说 它这个挑战是可以挑战成功的 哇 切了吃真的是比较好拿一点 所以这个挑战是真的 但是我觉得是没有人会去做这个 太多工了 而且做了这么多工 对 所以 所以网上是讲说它是可以去吃真的是可以的 我觉得它是这样子切罢了啦 而且切它就变成这样 比 呃 可以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挑战是成功的 我们的第一个挑战是 榴莲是真的是可以去吃的 用刀就可以去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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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们在家没有事情说想要sharing也是可以的 哈哈哈哈 因为现在完全开始嘛 大家开始在家的话呢 无所事事哦 可以也是可以挑战一下哦 去这个吃哦 把它去到好像西瓜这样子 这榴莲 这榴莲我再摆就好像有点不搭了 对 可以 好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挑战成功 鲁南一号 第一个挑战成功 成功吗 还是你们有不成功 对 我觉得是成功了 我切到 OK勒 我是觉得 所以第一个挑战是成功了 好 那么我们来揭晓一下 第一个答案 就是说 怎样咯 到底是怎样在什么情况底下 会发现到 这个榴莲 是可以拿来吃的 这个的话呢 是其实有很多很多的 这样子的一个传说 但是它没有历史 没有记载啊 这个东西 所以它是有传说中 有一个就是说 他们去打仗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去打仗的时候 他们 那个 那个粮啊 粮肠啊 很缺乏 粮肠 对 他们的那个 你可以用现代化的粮肠 食物 粮肠说 讲一下粮肠是什么 他们的食物 不够食物 是这样子吗 不够食物 去找食物 够找到食物 拿回去够 他们就剥开了一次 就是 就是当时候打仗什么都 太饿了的时候就什么 对 所以这是 会想到要去吃这个东西的 应该是太饿的时候 太饿的情况底下 他就去吃这个东西哦 所以这次一下就发现很好吃是吧 对 对 所以我看一下 刚才 有金所有说 哎 教我们选三号哦 Mandy Wong讲说选四号 有很多人讲说要选两 二号哦 我在想他们帮你选的是 要坑你还是觉得更好 我要从他们的号码参考一下 等下要选几号 所以我的第一个挑战成功 那么我们来到我们的第二个嘛 第二个还是你是 不是啦 第二个肯定是你啦 那你可能是我 所以我们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相信牛连 每个都很厉害吃的 什么什么品种都很厉害吃 我也是很厉害吃 可是榴莲的生长过程 大家有看过吗 你这样讲的话 榴莲是怎样生出来的 我们懂是树上跌下来最基本的 可是它要用多久的时间 所以这里跟大家分享 其实榴莲 比如说今天我想种榴莲 可是它不简单 为什么 你剥种子下去的话 至少要10到15年 它才会长成一棵树 所以它要花10到15年的时间 对 它长成一棵树之后 它才会开始结果 所以你一开始的时间 你要等待的 那么结果它也不简单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给大家看照片 当树开始结果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大家看到吗 就会看到很多像这样的东西 不是这样简单 大家看到这个东西 它其实不是榴莲来的 哦 对你们现在看到 看到是很像那个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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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哦 哇 我以为是果啊 对 对 它不是 它是什么啊 所以你看它大概是一段时间过后它就会长成像这样 啊 OK 所以它就会长成 哇 很像花这样 对 它就已经是开花了 开花 对 它一段时间就会跌 跌了之后 它就会长成 大家所看到的就是榴莲 才会长成果 就是开花结果的意思 这边也是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 开花结果 叫为什么要开花才会结果 大家有想过吗 为什么会有这句话 开花结果 所以大家 如果你是知道的 还是你不知道 你可以猜一下 为什么会开花结果 所以榴莲它一定要先开花 才会结果的 等下待会我们就跟大家讲为什么 所以它已经开始有榴莲了 可是不是全部会变成榴莲的 它会过滤的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 它下一个过程就会把一些榴莲跌下来 对 它不是全部都会变成榴莲 它会跌了大部分 剩下的就会吸收足够的营养 所以大概是三到四个月 它就会变成真正的榴莲 对 所以大家看这个照片 你看到树上很多 基本上就是成熟了的 就是等它跌下来罢了 是的 所以阿林就说 大家会有没有好奇说 为什么它是要开花了 过后它才会结果呢 它是什么原因是开花跟结果呢 那么大家如果知道的话 大家可以在以下那边留言 让我们知道说 它为什么会开花才会结果 所以翻译它说 总指 Jilly说没有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我们的第二个挑战 就是到我们的阿林 所以四号是已经是给我抽了的 四号是没有四号了的 所以大家觉得是要抽的 我刚才是看到有很多人是写二号啦 我不知道二号是什么东西啦 但是我觉得你会有一个冒险的精神的 因为刚才我讲嘛 很多人叫我选二号嘛 我就觉得应该 应该是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是可以的 冒险一下 Jonas可能这样都是 所以他讲的话千万有不要幸 讲一些 我觉得做什么事情都要第一 所以我选一号 哦 一号哦 来我们看一下一号是什么东西啊 我突然看 一号是什么 我看到最后一个字是唱哦 唱啊 有嘛 有唱啊 这个要 这个 我觉得你选到费的 不要紧 我觉得小苹果可以由我来唱啦 啊 我由我来唱 对 由我来唱啦 然后你就是拿着榴莲 你就是挑 挑一下我们的小苹果吗 哈哈哈 我帮你选 我发现到这个是有点要先口的 哈哈 我看我这种 没有啦 他会展现你的才华出来的 哎 等一下可以拿你这粒 花在这里吗 没有 我已经特地选最小粒的给你了的 刚才有布 不是啊 但我这也不用布哦 你不用布的啦 OK的 你看 哇 你刚才不是这样讲哦 不会的 刚才榴莲都不是这样讲 刚才我用力 你跳这个那你也要需要用力 哎 很空心啊 哈哈哈哈 这个榴莲是什么榴莲 不会啦 可以了 真的很空 我们来很快的 我们的挑战就成功了的 小苹果我怎样跳 啊 小苹果是 他的节奏是怎样好啊 小苹果 其实讲拿榴莲跳小苹果 我可以这样拿不是啊 对 也可以啦 看你啦 好 OK啊 来啊 我们来 我来唱小苹果啊 你死我的 笑呀小苹果 哈哈哈哈 然后怎样 然后怎么啊 你死我的 笑呀小榴莲 哦 小榴莲 变成了 笑呀小榴莲 这么爱你 我帮榴莲打广告 好像跟榴莲一起跳舞这样哦 我最后一句我会什么 他们最后一个是这样啊 小苹果 小榴莲 哇哦哦哦哦哈哈哈 不可以呀 那个动作太难了 啊太难了 啊 所以我觉得是ok啦 可以啦 这种challenge 我觉得虽然是看起来简单 不过有一点丢脸 所以建伟有说 你刚才跳的那个就是榴莲版的小苹果 他说会用榴莲跳什么 用榴莲跳什么来你来跳给我看 榴莲拿着跳很痛 诶 改我看一下啊 刚才Alimwen的那个问题啊 Alimwen的那个问题啊 Mumu Hong有说 芒果也是会开的话 才会结果的 对我们的George Tio 他有说那个花心会交配 一看这个就知道他是专业的 你是哪里我没有看到你是内行的 你是内行的 你是内行的 因为为什么啊 所以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他们开花其实很神奇的 我们人好有分公跟母 对吗 ok ok 树也是有分的 可是他们分在哪里 他是分在花 同一朵花上面啊 嗯嗯 他我们花有说花蕾嘛 就中间一枝的嘛 对中间那一枝的 那一枝是母的 哦 ok 旁边是公的 旁边有很多种花絮这样 他是公的 ok 所以他们哦 当他们开花的时候哦 需要靠一些风啊 还是一些动物啊 帮他们交配 对 对 就是帮他们传播花粉啊 就是从公的那边去到母的那边 他才可以变出榴莲 哦 所以为什么我们早前一直听到说 诶 雨季还是说最近一直下雨 是 没有什么榴莲 哦 因为你一直下雨的时候啊 他们传播不到花粉 所以变成那些花就是他就一直 他就结不到果了 对他就结不到果 他就会一直跌下来 他就变成只是树罢了了 榴莲树哦 榴莲树哦 所以他就有开花结果 就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不怪的人家就有说 诶 那个雨季的时候啊 就是特别比较说 诶 没有那个榴莲 帮若拉有叫你跳encore 哈哈哈哈 May HLTO有说 诶 阿林有跳到吗 有 我觉得好像也是没有跳到 拿榴莲跳小苹果 是原地跳一下的 你知道像是说 阿林是在教新招选榴莲吗 对啦 你应该要拿上来哦 摇摇一下 吻一下 吻一下啦 哈哈哈哈 好可以我们的 呃第二个挑战啊 也是成功了 好我们到第三个挑战了 第三个就是到 到你 到我是吗 肯定到你啦 到我是吗 连续我做两个妹 我来看一下到我啊 刚才我觉得我刚才是讲说 讲呃 很多人写二号是吗 对二号 所以我觉得二号应该是不容易的 所以 没有 他们都很好的 二号是最容易的 所以我觉得二号还是会留给你比较好 我就选三号 我就选三号啊 我是觉得说 二号留给你 因为很多人叫我选二号 我就觉得应该是不对劲 你们对他认识 你看他还怀疑你们 所以我就选三号 三号是什么呢 三号就是 哇 这个真的是挑战哦 这个汤匙开榴莲哦 汤匙开榴莲 这个好像也是在网路有看到的 他们有用一些别的器材哦 你看网路很多的啦 可是我觉得你有点挑战啊 我们的汤匙就是这一种哦 是 就用汤匙来开榴莲 好不用紧 等一下我们试看看 看一下网路讲的东西是对的还是错的 对哦 所以还没有进入我们的这个挑战之前哦 先问一下大家哦 为什么啊 你看到榴莲呢 它有很多不同的品种吗 那不同的品种 它有不同的意思 比如说好像最近近一两年比较红的 叫黑刺 那为什么还叫黑刺呢 因为它的刺有黑色 对不是榴莲是黑色啊 榴莲黑色那个刺不是黑刺啊 那个是要丢掉了的 坏掉了的 所以它是因为它的那个刺是黑色的 所以它是叫黑刺嘛 那么为什么我们马来西亚最红的榴莲是 猫杀王嘛 现在大家都在卖猫杀王 那为什么它是叫猫杀王呢 大家有没有猜得到 为什么这个榴莲 它是叫猫杀王 它一定是有个原因的 为什么它是叫猫杀王啊 所以大家知道的可以榴莲一下 我今天就来挑战一下 这个榴莲我就帮你选了 可以可以你选 勉强一点这种 哎呀算了啦就这里啦 因为我从小哦 我有去开榴莲的 所以我大概知道哦 每个坚硬的部分 我问它有一个弱点的 我大概知道说它的弱点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尝试 哎哈喽哈喽 用汤匙你怎么 都会用刀切这个 用汤匙 用汤匙怎样切这个东西 肯定啦 全部用汤匙的嘛 你用手 用手还勉强可以接受哦 突然拿这个刀 你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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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他 你可能 可是你要这边开咩 不是这边开的咩 你总是要让它一两步了 一听哦 我就知道哦 你是不会开榴莲的 没有人留着这个字哦 来开榴莲的 讲真的 你一定要调转来 我真的 我真的没有开过榴莲 所以我们的观众朋友啊 看一下啊 这个榴莲是没有开的啊 没有开的啊 所以我来试试看说 用汤匙 它到底是可以开到还是不可以开到嘛 所以一般上哦 像留言来讲哦 它比较脆落的地方是在哪里 就是中间的 中间 星星的中间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尝试下看哦 假如我用汤匙是往这个部分 这样敲下去 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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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开了真的是可以的 你看哦 我这样子敲哦 诶 我用这个挂在去也是可以的 是不是榴莲买到 买到很容易啊 那你可能 那你可能 它是不可能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哦 你看哦 我已经有切开了哦 对 所以榴莲一般上 还有一个星星的部分 我们只要跟着这个星星的部分 开在去就可以了 他们有些人说 为什么叫猫伤王 因为猫喜欢吃 也是有一点点意思 这个榴莲所以还叫猫伤王 啊看到了可以 所以这个汤匙开榴莲 是真的是可以的 汤匙开榴莲 只要是有硬的尖体的部分 都可以都可以开到嘛 啊应该是可以开得到 有刀用刀没刀可以用汤匙 用汤匙哦 如果没有汤匙诶 没有汤匙你就用手 用电话啦 用电话 现在的电话有表演的吗 拿来敲那种尖刻啊 都不会的 可以用电话来敲一下啊 好 所以我来公布一下啊 大家有回答吗 那个 为什么它是叫猫伤王 对 所以他们 就是有说 因为可能猫喜欢吃啊 猫喜欢吃喔 对 所以 所以为什么是叫猫伤王啊 其实它是有一个 有一个历史的 因为一开头 一开头 这个榴莲不是叫猫伤王 它是叫什么 叫什么 它是叫昆域王 昆域王是叫Raja Kunik 就是他的那个第一代的时候 他的祖先 他的对 他的祖先 是叫这个名字 然后过后我这个品种喔 他去到哪里 他去到一个叫 刮目上 刮目上 所以那个时候我是没有人是叫猫伤王的 他们是叫什么啊 猫山 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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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猫这样子啊 猫山 山 就是山上的山 然后王 然后过后我就听到说 最后变成一个谐音 就叫猫伤王 对 然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传说啦 这个我就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啦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示范一下 这个 对 示范一下 然后他的这个传说是什么啊 这个猫伤王 为什么会叫猫伤王啊 我们知道 穆上 是马来文嘛 对嘛 然后 有没有人知道国子梨的 国子梨的 那不知道国子梨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照片喔 这个我们叫国子梨 他的马来文名啊 是叫 穆上 喔 对 所以他跟这个国子梨 有什么 有什么年代的关系啊 来 我们来示范一下 比如说今天啊 你看啊 你演一只国子梨 因为你看起来就很像国子梨 我来演像国子梨 国子梨应该有 我觉得 国子梨比我上很多 我觉得有 有一点像国子梨啦 OK 他的传说是怎么样啊 他的传说是这样 你是一只国子梨 OK 所以榴莲它跌下来了吗 它跌下来了吗 OK 然后他们要怎么选一个 好的品种的榴莲啊 因为国子梨什么 他的鼻子很明灵的 鼻子很明灵是怎样 你示范一下 鼻子不会动 对 你那个是眼睛很明灵 不是鼻子 鼻子很明灵的 所以对 他的鼻子是非常 看到吗 他的鼻子是非常明灵的 所以这时候呢 他们就拿那个榴莲 去给国子梨文 然后国子梨 不能讲过后呢 如果这是国子梨啊 会兴奋 来兴奋一下 对 国子梨会兴奋的话呢 就证明这一粒榴莲 是很好的猫上王 所以他们就是叫猫上王 所以叫 所以好不好吃就是我决定啊 看我的样子 就是国子梨决定 因为国子梨的那个 那个 鼻子是非常的明灵 没有勒 现在 现在我们人的鼻子 比那些国子在鼻子里面 刚才我看得出来啦 你看到 不是你看我们去买榴莲 那uncle他们都是 哇 对哦 他们学 哈哈哈 对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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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可以 所以我们的第三个挑战是成功的 原来是用汤匙也是 可以开到这个榴莲哦 改次可以再试一下别的道具 那大家观众可以再试一下那个 那个道具哦 对 所以 PK有说阿妹会用 汤匙开榴莲 哇 原来我们的观众朋友也是会用 汤匙开榴莲 下次请你来开 有讲说 今天最大的收获是学会用 汤匙开榴莲 那大家可能改次还有更创意的 开榴莲的这个方法哦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哦 所以 OK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的第三 哎 最后一个挑战哦 最后一个挑战 对 最后一个挑战 哎 最后一个挑战 对 我觉得二号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惊喜啊 不可能哦 很多观众哦 一直叫我选二号 我觉得二号是一个很大的惊喜啊 来阿丽 二号交给你了 自己制造音乐 制造音乐 制造音乐 好 我们来看一下二号啊 到底是什么啊 我们的二号 我也好奇到底是什么呢 哎 这个我就觉得很简单 我这个 哒哒哒哒哒哒哒 这个榴莲告白 我们的小片也是很厉害耶 他怎么可以想得出来哦 要跟榴莲告白 好彩他没有叫我跟榴莲接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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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很人道了 比起Journal 我觉得我们小片算很好了 是 所以 比较人道咧 好啊 所以这边的话呢 还没有进入我们的第四个挑战哦 对 像该Journal有讲了吗 因为猫山王是怎样来的 对 像其实大家有没有讲过 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榴莲品种哦 是 其实多到差不多有20多种 对有很多种 对有很多 你去到不同的区哦 都有不同的品种的榴莲 都有很多不同的榴莲 而且每个基本上有些都很好吃 而且要看个人胃口 是 像猫山王我们都知道 目前啊 在外国外都好啦 甚至每个地方都是非常出名的 对 这个榴莲 对 为什么突然间出名 对 我也好奇哦 对 它是发生在几年前的一个事情 因为你这样讲又是都有 因为马来西亚的品种有很多嘛 那为什么比较贵的就是猫山王 那不讲黑吃 因为黑吃是近这几年了 才会红起来的 那猫山王为什么它会比较贵 而且比较出名哦 对 所以 给大家猜猜一下 我们先来 对 不用紧我来 我们的榴莲告白 我觉得你这样子跟榴莲讲话 我没有 我觉得你应该是讲不出那种味道跟感情的 那观众们讲 对吗 等一下我要选哪一个榴莲好 对 所以我觉得说我应该是要 让你感觉到这个榴莲就很像你的 暧昧的 而且你不是暧昧 所以是你有点喜欢的那个对象这样 高白就应该是喜欢的 对 所以我牺牲一点 我拿这个榴莲来当做是我的脸 你就跟这个榴莲告白吧 这样子有一点高白不到咯 用你的 反正你看不到我的脸 你最好是贴着你的脸贴着 这样就贴不了啦 所以我觉得说是可以这样子的 是可以这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不叫榴莲 榴莲这个名字很像奇怪这样 小莲 所以我们告白要告白几久 要告白几久 告白成功 告白成功 因为这个榴莲会讲话的 我觉得等下 这个榴莲还会讲话 这个榴莲会讲话的 所以我觉得 OK 来啊 来 你跟榴莲告白一些 我觉得最后好像也是给他坑这样 没有啦 小莲 小莲啊 我还有音乐的 我们小别男友 我们小别男友准备音乐的 来 阿莲 自从第一次看见你 我就发现深深的爱上你 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朋友 我其实有很多男朋友 但是很多人觉得我长到很奇怪 你会介意吗 不会 你的发型虽然是有一点尖 可是对我来说 这是你的独有的魅力 好 我接受你的告白 我们来 太快了 太快了 留下这 留下这 所以 所以我觉得应该就请一下 那个才叫告白成功 来来来 你不介意跟你请一下 好可以了 所以 所以该回到来 我们的观众朋友 记得 你看这些就是好朋友 对 对 所以他们都有说 哇 Mandy Wong有说 我只会 这些猫山D24101 红虾主角 还有很多 其实马来西亚 对 他这样讲一讲都讲了五种处 对 其实还有很多 OK 所以跟大家解答一下 猫山王为什么会突然间这样出名 所以他是关系到一篇报道 哦 对 什么报道呢 给大家看一下这篇报道 嗯 就是曾经哦 就是我们的 香港的赌王嘛 是 就是他在新加坡买了八十八粒 猫山王 哦 价值两千 两千人家是新币 两千新币 对 带回他的国家请 请就是请 很出名的啦 很出名的人次啊 等等 对对对 所以就是这个新闻突然间爆红 所以变成很多外国人都想来尝试这个猫山王 对 就觉得哇猫山王为什么这么出名嘛 对 所以我们的猫山王就突然间在国外啊 都好 都是非常非常的出名哦 就是for Malaysia的特产 对 因为如果你讲榴莲哦 是不是猫山王最好吃 他是见仁见智 有些人是觉得说别的品种都很好吃 他不一定是喜欢这个猫山王 所以他会红起来就是可能是因为这个报道而红起来 所以那个时候就猫山王的价格就开始增长上来 就开始涨上来 就开始跳起来啦 哦 所以好 我们今天都完成了这四个挑战嘛 这四个挑战哦 对 所以我们要先来呃 试一下看 你看看这个榴莲 用仓式开的榴莲出来是比较好吃一点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好吃一点啊 其实有观众朋友问我们 诶这三粒榴莲是什么榴莲啊哈 是不是很想知道嘞 啊 会看的观众朋友们应该都已经知道了 其实你们看样子知道这个是什么榴莲吗 对 所以现在是我们试试 对 所以 它黄色的应该就是那个那个毛桑王哦 没有错哦 我觉得是毛桑 有点水 毛桑王来的哦 我已经闻到那个味道很厉害了 闻到那个味道很厉害了 啊 所以这个顺便讲一下哦 诶 这个榴莲呢 诶 大家如果对这个榴莲有兴趣的话 啊 你可以去找那个什么 我们的第三个猛男嘛 我们的第三个猛男是谁 就是那一个乌鸦 啊 乌鸦猛男哦 就是这个哦 我们是今天刚好去看到了 然后我们有跟他讲说 诶要做这个拍摄 这样子 然后他也 他也有 sponsor一点 所以大家的话呢 如果是对这个榴莲有兴趣的话呢 大家也可以 也可以 啊 也可以去那边 支持一下 啊 我们是没有收广告费的啊 我们只是 给大家知道说 诶他的榴莲是很不错 而且他的价格也是很公道嘛 啊 所以吃完榴莲了过后 一般上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 你吃完了过后 我觉得 其实我还没有吃完 对 但是我感觉上我已经知道 你的问题了的 应该是那个手跟那个什么 手跟嘴巴 跟嘴巴 有那个味道 我们每次吃完榴莲过后 我们可能是洗啊 那个肥皂 洗完肥皂过后啊 我们的那个味道 味道哦 还是在那个手那一边的 还是在那个手那边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去除掉 这一个味道呢 我们就可以用什么 用我们的这一个 NESH库佐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NESH库佐 它很特别的地方 是它后面这一边 有没有看到 它有个显示灯了 所以这个显示灯的话呢 它就是有活氧的功能 是在里面了的 OK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是要怎么用呢 很简单的 我们只需要开这个水龙头 它出来的水 就已经是可以喝了的 对 所以这时候你要洗手了是吗 对 不用紧 你等多一下 所以你要用来洗手的时候呢 你只需要按一次这个button 它会跳去橙色的 有没有看到 橙色的 然后你注意看这个水啊 三秒啊 它出来有泡泡的 所以这时候就是有活氧在里面了的 所以你用这个活氧水来清洗你的手 来试看看 你清洗了你的手过后呢 你再闻看看说 它有没有那个榴莲的味道 对 比如说你好像 有时候我们吃了咖喱啊 蒜米啊 也是很重的那个味道的 你也可以用这个ozen来做这个清洗 对 这是很简单的 就是这样子清洗 对 其实因为我们最担心就是跳榴莲 那个手 无论你洗肥皂啊 什么的 它都会一直残留在你手上 可是活氧 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去除那些异味的功能 在里面 所以我们吃完榴莲拿来洗手啊 洗嘴巴 如果 因为我给你们闻到啊 不然你闻到 其实你的手已经是没有味道了 是的 因为其实榴莲 一般上有时候我们吃多了够啊 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会发热气 对 所以你发热气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喉咙痛 你可能会生这个凹色 我们就要白点 生白点 甚至你很热的时候 我们的脸会长那个痘痘嘛 所以这时候呢 你也可以用这个活氧水来做漱口 比如说家里小孩子 小孩子你家用盐啊 一些西瓜 他们很痛 你家用这些水去漱口 就这样很非常的好 也可以说 比如说有喉咙痛的话 你也可以喝 它就有杀菌嘛 杀菌它就比较快的去复原 所以这个库佐是非常非常的好用的 如果你家里有这库佐的话 你最近有买榴莲回来吃 你不妨再加 你可以试看看哦 试看看这个NESH库佐 可以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 所以我们的芬若拉有说 诶可以传过来吗 你们的手应该很香 对 没有你们啊 我罢了 所以 May HLTO有问说 车里的榴莲味道 NESH水有帮助吗 活氧是有帮助的哦 它是可以帮你去除掉那个味道 除臭那个味道的哦 啊 所以 范若拉有说 他想要吃那个乌鸦的这个留言哦 所以 大家假如 里面有这个NESH库佐 你的家有NESH库佐 你不妨可以尝试试一下嘛 对 所以 今天的话呢 我们的直播就是到这边了 我们四个挑战都成功了 对 所以我们来期待一下哦 下个星期的话呢 我们会带给大家 又有什么不一样的挑战 挑战 所以我们下个星期四 见嘛 星期四一样的时间 晚上八点半 然后那么星期一的话呢 我们晚上八点半是有英文的直播 对 那么 小龙有英文的朋友们啊 这些啊 你也可以邀约他过来哦 一起来看我们的这个英文的直播 我们下个星期四 星期四晚上八点半 是华语的直播 对 好 给生命一个机会 和NESH生命水 蒙啦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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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hkuzo is good.